我们昨天新确诊的本土病例有34,846位 比起之前一天的4万多位是有稍微降低一点点 但是比起上个礼拜四的33,000多位来多了一点点 整体还是跟我们预测 目前的病例还是成了上升的趋势是一致的 那今晚移入的病例有278位 那跟之前一天看起来是差不多 那死亡病例也是跟先前的差不多也有29位 我们依据在9月底会开始使用VA1的那个 新冠病毒疫苗株所做的所谓的次世代疫苗 那次世代疫苗 它不管是莫德纳或者是VNT菲瑞这两个的产品 它都是原型株加上VA1 这样加起来 连体试验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用这个所谓的次世代疫苗的话 它对于现在流行的VA4、VA5的一个抗体效价是高于原来 用原型株疫苗所做的一个抗体反应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买VA5的一个疫苗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VA5目前还没有能够马上上市使用 那现在世界各国里面已经对于VA5有紧急授权的只有美国一个国家 它所根据的是动物实验的资料 还没有人体实验的资料 所以对于这个疫苗以后会不会用在人体 还要经过我们药证单位的审查 那像欧洲药品管理局跟加拿大卫生部 他做的建议是一样的 他建议民众不应等待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新冠病毒的变异非常的快 平均大概三到六个月 他就会出现一个主要突变的病毒 所以我们预期 年底前又会出来一个新的 说不定他会被命名VA6、VA7 说不定 然后他可能会逐渐取代 我们如果现在我们就不打VA1 我们要等待VA5疫苗再出来 可能要等个两三个月 到了两三个月以后 那个VA5又不是主流的 他要变成一个新的病毒株出来 我们永远都变成在等待新的疫苗出来 我们永远都没有打到疫苗 中秋节有这个未来的这个重阳节的聚会活动 指揮中心这边没有禁止烤肉了 那但是我想有一些人是不可以去烤肉 那包括这个确诊在执行7加7的 确诊的同住家人居家隔离 不管选择是0加7或3加4的 或者回国居家检疫3加4的 都不应该去参加这个烤肉 这个活动 另外我们也建议 没有打疫苗的长者跟幼儿不要参加 那另外 如果有症状的这个民众 那建议快晒后阴性再去参加活动 如果说指揮中心有什么建议 我是希望说 在没有吃的时候 那如果要跟这个不特定的对象 没有办法保持安全这个社交距离的情况之下 还是戴上口罩 关于境外生的部分 的确就是说如果他有超过上限的部分是采外加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短期间就会都入境来就学了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配合他们来办理 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个也还没有到5万人 所以还没有用到这个所谓的extra的这个名额 那另外就是说 入境的部分 这3加4要变成0加7 我想这是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只是实施的时机而已 之前我们也都说 我们现在的疫情就是看这个B1.5这一波 那看起来目前是持续在上升中 那如果能够 如果我们的预期到这个高点趋势转下的时候 我想应该就是可以去好好的考虑这个开放的这个 的时程然后